一日用的组织 情况对人员选择实际 两个设施需不大标 快捷通道只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为中韩重要的复工复产急需人员往来提供便利 维护发展两国的经贸合作 保持两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双方都认为建立快捷通道 将助力中韩两国更好的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也有利于地区乃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运行 中韩快捷通道安排的总原则是对等互惠 当然由于两国的防疫要求并不完全相同 所以具体措施也不是机械的完全对应 正如袁克明先生指出 新冠病毒基因组没有任何人为改造的痕迹 有关病毒系由武汉病毒研究所合成的说法 毫无根据 纯粹是无中生有 该所不具备设计并创造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的能力 也从来没有这么做过 袁克明先生还否认了有关实验室意外泄露 从蝙蝠身上采集冠状病毒的谣言 强调该实验室严格执行生物安全程序 我想再次指出 病毒溯源问题是个复杂的科学问题 应该由科学家和专业人士去研究 我们奉劝美国的政客 停止向中国甩锅 转移国际注意力 还是把时间和精力 用到控制好本国的疫情上面 美国大选是美国的内部事务 中方没有兴趣去进行干预 同时我们也希望美国的国内政治 不要拿中国说事 至于中国的抗疫成效 以及中方为国际抗疫合作所做的贡献 让国际社会自有公论 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的政客 说罔顾事实 企图推卸 自身抗疫不利的责任 来转移视线 来甩锅 推责 这种做法 抹杀不了中国人民 经过监控努力 取得的抗疫成果 只会暴露 美方个别人的险恶用心 以及他们自身存在的 严重问题 与美方所谓的追责问题 我们以前也多次多次说过 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 中方也是病毒的受害者 而不是病毒的同谋 受害者应该 受害者同命相连 他们应该团结协作 美国的个别人应该清楚 他们的敌人是病毒 而不是中国 面对重大的 公共卫生危机 国际社会需要的是 携起手来 而不是制造各种明目 去拆别人的台 美方也必须清楚 疫情当前 大家应该同舟共济 这时候拆别人的台 最终也将拆了自己的台 防疫物资出口中 出现的质量问题 很多是因为 中外质量标准不同 使用习惯存在差异 外方为严格按照产品用途 使用造成 中方将会继续严格 执行监管政策 确保防疫物资出口质量 同时也希望 外方加强采购商 在进口环节的质量检测 并且严格按照 产品的使用范围 和操作规程 正确使用 如果出现问题 双方应当按照 商业化的原则 通过协商 妥善地加以解决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坚决反对建交国 从台湾发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关系 或者设立任何官方机构 这一立场是一贯的 也是明确的 我们要求何方切实恪守 一个中国原则 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纠正错误做法 以实际行动 来维护两国关系大局 这次我不做直接回应 但是我提醒你 关注一下 一些欧洲国家 驻中国的大使 他们平时的表态 奢华的表态 我不知道他们是赞扬还是批评 坦率地讲 无论批评也好 赞扬也好 我觉得只要 态度是真诚的 是致力于促进中国 与他们所代表国家的关系 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如果有一些言论 是完全出于偏见 或者说有一些不良的动机 那我们就觉得 这是不可接受的 据了解 非方有关雷达瞄准的指责 与事实不符 中国军舰是在中国南沙群岛 相关海域正常巡航 相关操作专业规范 符合国际法和相关的安全规则 中方已就此 向非方提出交涉 要求非方某些人尊重事实真相 不要发表毫无根据的言论 则备 据了解 由于 2 4 5 6 6 7 10 好